黄真宜 真宜好 议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就在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共军在4号12点钟开始就要举行军演 这次的军演是绕着台湾有6个海域 不过后来他们又新增了一处 所以总共是7个海域 但现在台海的情势变得非常紧张 甚至有很多专家认为会爆发第4次的台海危机 真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澳洲大学政治学教授宋文迪他的说法 他觉得说目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感觉是有点进退两难 但他确实需要来稳定目前的局势 因为目前来讲是没有开战的原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之前其实台湾海峡从1954年开始 就是有所谓的第一次的台海危机 那时候中共是先抛洗了金门 1954、1955年这段期间 后来第二次的台海危机 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金门的823炮战 那时候美国是有调兵来集结到台海 后来到1979年的时候 结束了间歇的炮袭 结果在1995年的时候 因为前总统李登辉 他那时候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 那这个算是对中国大部来讲是大大的踩到了红线 怎么会有台湾的领导人跑到美国这边去做访问 所以说在1995到1996那时候有两度大规模的实弹军演 那个美国的航母有到台湾海峡这边来 这时候是第三次的台海危机 所以说第四次 因为这个裴洛西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有美国的学者是认为 北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做一个叫边缘政策 边缘政策其实在这个冷战时期 他是来形容说 是使情况接近到这个战争爆发的边缘 但是他的这个目的呢 是要来逼迫对方让步 以战逼合的类似概念 对 濒临战争的边缘 因为呢这个习近平的雄心啊 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 这个庄嘉颖庄教授 他是说呢 他的习近平的雄心呢 就是要统一台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件事情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这七个地方 海域 对 七个海域在实行军演 那有没有可能再继续会有第八第九 没有人晓得 因为他这个随时在调动的这个步骤相当的快 那目前来讲呢 我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各个单位呢 其实都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那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战机轰炸机接续起飞 这是大陆央视三号的报道 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 已经完成演习部署 根据上级命令 我与战友驾驶战机 战斗起飞 前出台岛周边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随时能够战斗 我舰以一令抵达 台岛移动 预定海域 完成海上警戒 封控不适 除了部署到台湾东部海域的海军舰艇 大陆最新入列的海巡船 也在台湾海峡巡逻 说是要执行三号 大陆宣布禁止出口天然沙到台湾的检查任务 根据中国大陆宣布的海空航行警告 从4号中午12点到7号中午 解放军在台湾周遭六个区域展开演训 大陆官方没有说明演习具体内容 而是透过官方媒体采访军事专家解读动态 对于中共一连串文攻武吓 行政院4号上午除了强烈谴责 也表示会积极应对确保政府运作 除了军事戒备 政府也提醒民众连日来已经出现各种认知作战 跟假讯息扰乱民心的事件 接下来更需提高警觉 不要相信出现在网路上的虚假讯息 TVBS新闻 廖广斌 庄志伟综合报道 到底会不会出现台海危机呢 其实有些专家认为 中国大陆在台湾周遭的海域 进行这个实弹的演练 也有可能是想要模糊 台海中线的意味比较浓厚 但确实现在台湾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美中角力之下 我们出现了一些危机是必须要克服的 但美国这边到底怎么看 我们先看到这个裴洛西 他非常坚持要来台湾 到行程之前 大家看到他的航机图 才知道他是往台湾方向走 但我们看到他为什么 因为他人设上面来说 他就是人权跟民主的捍卫者 甚至也认为 在这一次他根本是替拜登 创造了一些谈判的筹码 短期内可以有力的处理 这个乌恶的条件 还有他们其中的这个大选 也不会输太多 那中期上面是调整了 全球经济跟供应链的结构 长期更是确保美方一直是全球领导的地位 因为他们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这边又怎么说呢 因为他现在对于台湾是文攻武嚇不断 一方面管控其他国家 不要像裴洛西一样 不可以再来台湾 一方面武嚇台湾升级的借口 再来我也认为他也是安抚国内的情绪 甚至有一派认为 这个裴洛西来到台湾 反而是让习近平对他们国内的情绪 有一个出口 也为自己创造筹码 毕竟他接下来二十大要顺利连任 而且要维稳 不只是他的连任还有经济 也要一直稳定下去 所以接下来他打破了美国科技经济的围堵 这是他希望的 甚至一个更远大的梦想是 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 这我们一直都听到 但是之前在这个第三次危机之前 大家都会觉得说 应该是平息和平了一段时间 但现在感觉又有一点危机了 所以现在台美的关系 变成有一个新的想象 台海的冲突就会变成一个 边缘地带的位置 确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好奇说 会不会北京接下来 把他的经济制裁 把台湾的经济制裁 扩大到中段ECFA 甚至美方调整供应三支舰 也会让台商相当的为难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共军的这个军演 对我们的这个周遭进行 这个实弹演练 那我们的陆军在中部的沿海 其实也有重炮操演 不过陆军说 其实是例行性的 但是这七个地方要军演的 东部的地方让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现在说 他们可能会从三个基地 这个发射导弹到东部海 我们卡在中间了 那这样就等于 飞弹有没有可能穿越台湾 就会觉得 现在的这个紧张气氛是比较浓厚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来看报道 海中清水海岸58炮直部 早上9点 举行重炮射击演练 N1洞9自走炮 加上N1-55榴弹炮 总共发射42发 时间点正巧 碰上大陆宣布军演的时段 不过我方陆军表示 只是例行的军演 没有刻意安排 接下来 里岛跟南部 也会有其他的演练项目 而根据消息指出 大陆军演将从江西跟海南 发射飞弹穿越台湾的北中南上空 抵达东部花莲外海 可能会有影响 否则的话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今天就在打飞弹来讲的话 实质的影响 他最主要是干扰你的军心民心 让你进入大乱 有军事专家认为不需要去特别的阻挡 因为拦截飞弹也有风险 他猜测大陆军方射击飞弹的作用 主要是想要影响军心跟民心 飞弹的投射意思就是在展现一种 对于美国这个A2AD区 拒止战略的能力的表现 那第二个他要展现的 其实也涉及到美日 其实都很靠近日本的云纳国岛 还有甚至钓鱼台的部分 也就是他在测试这个美日安保的 这个状况 就是这样子挑衅美国跟日本 所以他其实这次军演并不是针对 完全针对台湾 国研院军事战略技产业所长 也指出目前台湾需要稳住民心 不过这一次对岸军演 也不完全是针对两岸关系 他研判大陆除了军事施压台湾外 也想要游走灰色地带 测试美国跟日本的安保程度 军演也并不会维持得太久 因为全球六成的航运 都需要经过台湾海峡 封锁港口太久 对大陆也没有好处 TBPA新闻总和报道 其实共军这一次的围台实弹演习 很多人分析是有三个目的的 第一个它要让在台海的军事战术要升级 第二它有用多种的方式要向台施压 其实不止军事 经济上面更是 接下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不要再动不动就要有人来台湾 说支持我们自由民主 这是中国大陆最想要达到的目的 接下来还有彭博的新闻 他有在分析 说裴洛西访台湾 可能会让大陆启动 日益激进的灰色地带战策略 那这个灰色地带策略呢 恐怕会让美国护台 有这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什么叫做灰色地带的策略呢 第一个它是有具灵活性 第二个呢 它是升级局势同时呢 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 其实讲白话一点啦 就是让台湾变得比较危险 然后呢让这个其他人会觉得说 跟台湾好像有接触呢 反而会对自己不利 让我们变成一个 一个比较在国际上面 比较孤立无援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 企业跟台湾的商业呢 其实风险上面就会增加了 你看假如说我是国外的企业 我受到这个威胁的话 我是不是可能不太敢跟台湾做生意 那台湾经济方面就会受到影响 就会被孤立啦 对对没错 那台湾的话就会面临到 实际上面经济的成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 他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天然沙 或者是他不出口到台湾来 或者是禁止台湾的一些水 柑橘类水果 或者是白带鱼猪甲鱼之类的 对这些东西进到中国大陆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那中国大陆他进行这个演习 对台湾是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但是其实呢 对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自己 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我们访问到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 军事战略纪产业所长 苏子云苏所长来替我们分析 在就是昨天就是送出这么多的战机 就是包括苏30系列 也包括他国造的所谓的歼11系列 那他这样尝试就是说 用这种跨越台海中线的方法 来制造心理压力 不过我想他大概这种 就是做法是在真正的情况 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军事效益的 因为中华民国的防空飞弹 涵盖的范围早就包括整个台湾海峡 包括国造天宫二行三行 还有就是爱国者二行三行 都是一种整合型的防空飞弹 中共的他这个战机 其实当然他们很努力在改善 也有很多的进步 不过我们从乌克兰战场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俄国更先进的苏三世 苏三世五都被乌克兰击落 所以中共它这个战机 如果说在台海不幸真的变成 就是热战的时候 我想它的威力是相对有限的 即使中共目前最先进的歼二池 在国际坚持杯 认定是4.5代的战机 除了电子系统比较弱之外 它没办法进行超音速的巡航 所以美国的F-22还是可以完胜的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 这种无力的使用 不在于飞机坦克大炮 而在于合法性跟正当性 特别是我们最后给补充一点 就是中共这种对台海中线的洗脑 还有就是在台湾周边的 这个六个区块的这个所谓演训区 对国际航班已经造成严重的影响 结果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位置 连接东北亚东南亚 一年大概有55万艘的货轮 油轮或天然气轮通过 那依照联合国统计 其实台海连通到南海 这边大概占了全球60%的贸易运输线 它的重要性比树立市运河来得更大 那每年在跑的货物大概在5.3兆美元 即使中共本身有60%的贸易跟能源 都要通过南海到台海线 再回到它北方的上海等等的港口 所以我想它这样子的这个封锁的操作其实是双输的 而且会激起国际间更大的一个反弹 所以即使在最坏的状况 中共都很难长期的进行这样一个所谓的演训 或者是封锁 因为如果说它长期这样进行的话 那航运所带来的冰险的成本的增加 还有就是甚至国际供应链的锻炼 都是它无法承受之重 所以中共它如果说这样子的 就是用这种蛮横的手段 对国际间的航班 包括东北亚东南亚 甚至美国跟欧洲的这种跨洲的航线 都会造成严重冲击 这对中共来讲等于是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这一点是对北京非常不利的 我们刚刚听到专家也说 其实这样封锁台湾的演训 对中国大家来说是双输的 但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台海情势比较紧张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非常担心 但也要跟大家讲说 国军确实都有在加强戒备 而且最新是国军下令 他们战轮职的战备的轮职部队 已经升为了特遣队 所以他们在组织上面有做一些调整 那在4号12点 其实中共他们说要军演的时刻 对 不过在提早10分钟 国防部这边也有做这个声明 他说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论 就会加强戒备跟严密的来进行监控 那目前在这个官兵上面的休假跟外散数都没有调整 所以我们就是监控会有什么的举动 那也会随时来加强应变 那当然台海几方的氛围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国际之间的讨论到底如何呢 美国的态度我们也是一直很好奇 因为裴洛西来离开这个才引发这么多的纷争 那美国总统拜登也跟他们国安团队讨论了印太的情势 甚至G7的外长们也联合发声明来进行立体 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结束台湾访问行程 北京怨气发泄还没结束 经济制裁网路攻击军演恫吓一波接着一波 隔离中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安团队讨论印太和乌克兰的局势 关切台海局势G7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对中国近期的威胁行动表达关切 特别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 将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情势升高 呼吁中国不要以武力片面改变区域现状 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岸分歧 并且强调G7成员的一中政策 以及基本对台立场都没有改变 美国海军研究所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消息指出 到星期三上午之前 区域内的美军军舰并没有和解放军有任何不安全或不专业的相遇 而雷根号航舰和地离玻璃号两栖突击舰在台海附近 是因应培洛西访台期间 大陆采取军事反应的应变计划 英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TVBS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和正式对美方提出抗议的大陆副外交部长会面 伯恩斯重申 美国不会让情势升级 也准备好和中国一起防止紧张情势加剧 而参院外交委员会原定在今天要审理台湾政策法案 但临时宣布主席梅南德兹要处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案的辩论 必须推迟审议 在台海情势紧绷的这个时候 台湾政策法案的延迟和避免过度刺激北京 进一步升高情势恐怕脱不了关系 TVBS 美国华府报道 但面对这样围台的状况 到底应该怎么应应呢 我们也来听专家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欧吕中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我们知道 多美双方两墙之间 事实上双方都在地站 就算是大救肌肉 可是从来大救肌肉的目的都不是要求战 而是要避战 我们也必须非常清楚的了解 目前外交为主军事为辅 所以在台湾的大家 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尤其是现在的局势 很多人就跟95年96年时候的飞弹危机相比 坦白说 现在的局势恐怕比当时还要更加的稍微严峻一些 因为20多年前的中国军方实力不如现在 当时的这个军方如果说相对应的压力不是这么大 现在给台湾的压力其实是非常的巨大 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 而且我们说台海之间 事实上台海之间目前遇到的状况 还是在所谓的外交手段可以处理的一个战略困境 而不是真的到兵凶战围的战争边缘的战争困境 因此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判断的时候 当然还是会以外交的手段为主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这个现实的状况是 其实以中国大陆目前现在国内的状况呢 很难判断说是不是民众感觉不会开战就不会开战 恐怕还是要看领导人的一面之间 而美国的部分也是如此 国际跟国外的局势都必须要大家来认知 以国际上来说 为什么军事的反制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以国际目前乌俄战争仍然在持续 美方也非常多的智库学者跟媒体的专家都在分析 美国其实不想要把乌俄战争已经打了六个月 辛苦了六个月的制裁 划出一切就是划成空 还是希望可以把乌克兰这个部分先解决 再来面对另外一个困局 另外在国内也有选举的压力 事实上两党之间对于台海的局势到底要不要增温 对哪一个政党比较有利 都是美方的盘算 简单来说 外交上面的声明反制会比较是主要的方式 而不会是军事的反制 但在这个时候在前线的台湾 恐怕我们要做好更多的因应准备才行 6年的飞弹危机来说 当时的军事演习跟相关的封锁 以及所谓的军事行动 其实持续了长达八个月又两天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基准来看的话 事实上台湾可能接下来面对的 不只是军事上 经济上可能它采取的制裁会更多一些 那重点不在量 或者是重点不在它的强度 重点在它持续多久 如果时间持续的太久 对于台湾的明星世纪 如同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担心的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有同样的共识 要来守护台湾 或者是说在政治的立场上面 愿不愿意放下旗舰 台湾内部是不是有共识 其实这次 这是他们等于是北京当局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当中 可能是希望达到的目的 不见得是真的要进入到战争的状态 但是让台湾的明星士气受到打击 恐怕是他们的目的 但是问题是时间持续久了 尤其在经济的制约之下 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社会 到底有没有一个共识 有没有共同的团结的力量来面对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这是台湾现在必须非常诚实面对的课题 而不是只是喊口号 或者是只是强调我们有尽心 要拿出方法来才行 好在我们把时间再往前绕一点点 也就是裴洛西来台前 来台时跟来台后 其实中共当时一直不断的放狠话 说要半飞而来 或者是要把他的这个专机打下来 结果呢 后来看到静悄悄的 不管是他来台中间的过程 或者是抵达台湾之后 有一整天的政治行程 甚至在离台之后 他也是顺利到了南韩 所以不少人认为说 其实中共还是非常的忌惮美方 我们持续来关注这则报道 美军F-15英式战斗机 号称飞弹卡车 武力挂载超强大 根据日媒NHK报道 这款经典空优战机 就在美国议长裴洛西旋风访台途中 从美军冲绳加手纳基地 一连起飞了八架 同行机种还有它 一共22架KC-135空中加油机 陆续飞向加手纳基地 并随同F-15升空出勤 而位在巴士海峡的雷根号航舰 则从海面上同步支援 F-18超级大黄蜂 E-2C空中预警机 相继从飞行甲板起飞 再加上国军护航机队 以及共军绕台编队 这几天的台海空域相当热闹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is looking to start a fight They'll do these live fire exercises There may be some more flights around the ADIZ But nothing where I don't think there'll be anything that would put Chinese PLA forces in direct conflict Or in direct contact with either Taiwan military forces Or US military forces 由于本次中国放化威胁斐罗西的飞行安全 同时以破坏台海稳定作为报复 故美国海军也罕见地让航舰战斗群 以及两栖突击舰 在第一岛链展开作战阵型 其中E-2空中预警机的雷达 可以侦测到640公里外的目标 因此解放军军机 如果有意威胁斐罗西的专机 基本上马上就会被察觉 并派机上前拦截 回顾解放军在裴洛西访台前夕 放话一次比一次激烈 但不知道是美军的威褶太过强大 还是解放军只是嘴上说说 美军C40行政专机从起飞到降落松山 整段航程安然无恙 中共官媒新华社随即发布共军消息 将在六大海空域执行实弹演习 部分范围甚至已侵入台湾领海 只是佩洛西在台期间 解放军安安静静不敢造次 倒是在佩洛西离开台湾后 强国姿态才突然回魂 值得注意的是 九六台海危机 中共同样对台试射飞弹 然而美军派出两艘航舰逼近台海 中共马上收手 如今解放军实力经非习笔 接下来与国军之间的应对模式 值得关注 那现在他的军事应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1996年的那个时候 所以形势当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严峻 第一个就是国军的汉光影子期开刚结束 目前战力应该还是处于巅峰的一个状态 刚好可以用来测试国军的一个应对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观察美军 尤其是航空母舰 在中共过去这几年军事实力大幅增加之后 在面对同样九六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 它的可能的反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九六台海危机 中共自以为的武力威胁 反而促成前总统李登辉高票当选 如今故技重施 军事上的收获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台湾的民心又将被推得更远 两岸互信基础也将加速流失 TVBS新闻萧印强顾上军 台北报道 好这个大陆的学者是认为说 这一次大陆可能会使出三招反击 一个就军事手段 再来是中断这个机构交流 有些这个基金会 跟他们认为说这跟台独有关 都已经要切断交流了 然后接下来是要切断对台湾的经济贸易 要让台湾后悔邀请培洛西 而且这一次的军营 他们就在说这有点又在放狠话说 不会是一次性的 我可能会一直一直不断的 就是用长期的方式来施压台湾 报复性是全方面 而且会延续性的啦 就是叫你台湾要给我注意一点 对那这个大陆外交部长 王毅当然是又在又在放狠话 以美独谋死路一条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对跟这个培洛西的这个说法 是完全的这个相反 因为我们知道培洛西 他的访台的时候 有常不管是他 或是他的幕僚发文 他都很强调两个字 叫做民主 他就强调说 他访问台湾是感谢 我们代表团访问台湾 是感谢这个美国坚定不移的 支持台湾民主承诺 然后也要支持跟台湾站在一起 对民主国家 民主的铁式支持 民主价值 我觉得跟他人设很接近啊 他就是捍卫民主的这个先驱者嘛 没错 那当然他4号的人在南韩 那居然是没有跟尹徐约来见面 那原本说尹徐约要放假去了 这个理由真的当大家蛮惊讶的 但后来有一些讨论之后 要跟他这个会谈 但是只有通话 还是不会见面 我们来看报道 穿着蓝白裤装 美国中院议长裴洛西 周三晚间九点 抵达亚洲行第三站南韩 据南韩总统尹徐约 却透过办公室表示 不会和佩洛西会面 南韩总统尹徐约 特别点名台湾 似乎此地无垠三百两 由南韩政坛普遍认为 尹徐约是怕这时 见佩洛西会触怒北京 偏偏就在佩洛西到南韩这天 尹徐约还和夫人 紧见西婉自拍 她8月1号开始放暑假 这一天到大学看表演 尹徐约的举动 让人引起南韩 各界不满 所以南韩总统府 刚刚紧急声明 将的下午安排 尹徐约和佩洛西通话 南韩将成为 佩洛西亚洲行中 唯一没有见到领袖的国家 南韩国内有另一派 说法 中文尹徐约也想 顾及北韩情绪 毕竟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力挺北京 加上佩洛西下午将走访板门店 可能发表朝鲜半岛 去核化演说 进一步刺激北韩 引起月不见佩洛西 似乎是怕佩洛西离开后 两个邻国都来找南韩麻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